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配音教數學 那我們在上一集 介紹了三角形三顆星 在直角三角形裡面會發生的情形 那我們這一集呢要來綜合的比較 外星內星和重星他們所產生的一些 不同的地方 那也用利用這個機會來進行這個複習 那我們來看看 你在畫面上有兩個直角三角形 那其實這兩個直角三角形算是同一個啦 就是他是兩骨是6和8的直角三角形 那不用我說齁 你們應該知道對角線斜邊是10 那斜邊是10的這個直角三角形的話呢 我在裡面有一個內心 透過內心對兩骨做垂線會產生一個方形 我還有一個重心 這個會才是一個矩形 這裡也會產生一個矩形 那麼來問你 這兩個著色面積分別會是多少 那也有可能會問你著色面積的比啦 或者是說直接問你數字 這都可以算出來 那麼 我們就利用這樣的問題呢來去複習我們在上一集學到的 680其實就是345的 放大版嘛對不對 那我們在上一集有提到 如果你是345的直角三角形的話 那麼你的這個內心做起來呢 這個內接圓內切圓半徑好其實會是1 那更用兩個方法來算了第一個就是說你內切圓半徑 對三邊等於都可以做垂線嘛 那把這個圓分成3塊 我這很快的復習 把這個圓分成粉紅色的 綠色的 他沒有著色的3塊 那這3塊的話呢你要去算面積 粉紅色的是5乘以R除2 這個綠色是3乘以R除2 透白的這個是4乘以R除2 所以你就會得到5加3加4乘以R除2 是他的面積 也就是周長12 除2乘以內切圓半徑R除2 他的面積 那他的面積又可以用兩股相乘來算嘛 所以3乘4除2 那這樣子就發現 R就是E 這樣可以算 又或者是我們利用在那個 切線長性值裡面學到 他竟然是內切圓所以這裡 這個部分是切線 這裡是切線這裡也是切線這兩個會一樣長 對不對 然後這兩個也會一樣長這兩個也會一樣長 所以你這樣就可以算出來如果345的話這是1這是2 2 3 3 這兩個都是3 這兩個都是1 這兩個都是2 這樣這邊3這邊4這邊5 你可以用那個連立方程式求解 去算 那就可以算出因為這這個地方會是一個正方形 因為這裡直角這裡也直角然後這兩邊又一樣 因為他是圓半徑 所以這裡會是一個正方形 所以我這個E就會是內切圓半徑 很快回來到這裡 那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呢我們之前在那個 相識形曾經講過一件事情 相識三角形 不是說他的那個三邊長都成固定比例嗎 我們在那裡還講到一件事情就是說他的特殊線斷長 也會成固定比例 我們那個時候是說中線 或者說高 如果你是邊長比2比3的高也是2比3 之類的 所以在這邊呢 他竟然是345的三角形放大一倍 所以其他的內切圓半徑 內切圓半徑也是放大一倍 所以這個是2 可以嗎你如果要算很簡單啦就是 6乘以8除以2會等於6加8加10 周長是24乘以 R除以2 R除以2 OK那這樣子算了這個面積是4 只是 很快的複習一下 其實這個題目你問我我一定馬上大概三秒鐘就寫出來 那就是說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複習我們上一堂課教的 來看這裡 很多人就會把這樣的圖形跟這樣的圖形搞混 那我講搞混的意思就是這兩個是不同的面積 題目通常不見得會出 比較 因為我出比較的問題你就會知道說 好像不一樣 那 他可能直接單純問這樣子 問這樣子的話很多人就把他當這個內心再算 可是其實不是 有一點很重要 我剛才說這個內心這個是正方形 那這個呢他甚至不是正方形 他不是正方形他會是怎麼樣呢 這個G應該在哪裡啊 這個G應該在哪裡呢在這個粉紅色指甲三調形 這裡是斜邊終點也就是外星嘛那麼重心是在這裡2比1的位置 對不對 這個時候這一條線 這條會是多少呢 如果我把它 畫一條輔助線 那這個過終點 平行 底邊 那所以這一條會是所謂的三角形的終點連線 他會平行底邊而且是底邊一半而且這邊也會是終點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6的話這個是3 同樣的道理 這裡如果牽直下來的話他會剛好平行這一條 那 過終點平行 另外一邊所以這邊剛好是這個的一半 他是4 這個時候 1比2 1比2 3比2 3比2 這個是2 然後呢接下來這裡很重要 3比2 所以3比2 這一條是 3分之8 所以他題目所問的這個面積 其實是3分之16 3分之6 對嗎 好 想不到這個數字就是 不是整數 那其實你看好這個我們 這個長方形他是這個大的長方形的 相似型 他邊長比是3比2 那3比2的話他的面積比其實會是9比4 面積比是邊長比的平方嗎 那大的這個是3乘4是12 所以約掉 就變3分之16 可以嗎 這個會 這裡左邊跟右邊一樣都有一個平行四邊形 左邊這個平行四邊形 對角線對角線跟你說 1 4 c d 終點 要你問你這個 三角形afm 如果大的面積是12那麼這個是多少 右邊這個三角這個圖形也是很愛出 那就是這個就是用來詐騙你的 這裡平式邊形對角線對角線 注意喔 F 是DM終點 這個是E 是CD終點 那你說這兩個不一樣嗎 不一樣 來問你 E如果是CD終點的話 F會是DM的 終點嗎 他會是 假如說我這樣問 這一段比這一段 你知道是幾比幾嗎 你知道是幾比幾嗎 其實我們是知道的呢 如果我們把上面這裡遮起來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AMC 對不對 三角形AMC呢 M4 因為那個平行四邊形對角線互相評分 M4 AC終點 下面這個 E是CD終點 所以F5是三角形AMC的重心 注意喔 他如果是重心的話 F呢 他不會是DM終點 反而我們知道他會是1比 2才對 所以這一塊粉紅色三角形 其實會是整個 AMC的6分之1 還記得嗎 重心的話會把這個三角形切成6份小三角形 所以這是6分之1的 AMC 那AMC是平行四邊形的一半嘛 所以他是平行四邊形的12分之1 所以這個AFM是1 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右邊這個情況 那所以既然喔 剛剛講到如果 如果他是重心 那其實這段跟這段是1 1比2啊 可是他現在是1比1嘛 所以這個F不是重心 F不是重心齁是這一題的關鍵 那他一樣要問 AFM 那其實這個也不難 因為他說F4DM終點嘛 所以AFM是ADM的一半 我寫在這裡好了 三角形AFM 是 2分之1三角形ADM 然後因為 直角三角形對角形互相評分 所以這一段等於這一段 所以ADM是ACD的一半 對不對 然後ACD本身又是 這個平行四邊形的一半嘛 所以其實呢 AFM是平行四邊形的8分之1 所以他是8分之12 所以是2分之3 這樣可以嗎 你看像這樣子比較了解幾件事情啦 第一個就是說 原來不同星的情況不一樣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說 你在使用三角形三顆星的性質 甚至其實應該說你在使用所有的數學的性質的時候 你都要去確認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你以為的那個星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你以為的那個性質 不是說我做過好多這樣的題目 我印象中好像這個正方形 他就你就當他是正方形 不是這樣子的 他可能不是正方形 我看到這樣子 一條一條 我知道這是重心 他真的是重心嗎 他可能不是重心 我們在學平行的時候 也是一樣 同位角 同位角相等 直接就刷下去了 他真的平行嗎 平行 同位角才有相等 如果沒有平行 你就沒有同位角相等 對不對 同樣的情況我們來看這裡 這裡有兩個三角形 也是一樣的三角形 都是五十二十三的三角形 左邊的這個三角形 I是內心 右邊的這個三角形 是重心G 那左問你左邊問你說這三塊三角形的面積比 右邊也一樣問你這三塊是要寫面積比 那會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的話 假如說他是問 這個比這個比這個 這個比對 順時針 這個比這個比這個 這樣比起來是幾比幾 那如果是內心的話 如果我有一個三角形 邊長是ABC 角度這樣子 他是內心的話 因為當我把他切割成這樣三塊三角形 的時候呢 那身為內心會有一個特色就是 這三個高會一樣 那我再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這樣看起來 這條線連過去是這裡 其實不是啦 我要注意 那個內心去做高的時候 不一定是他腳平分線拉過來就要是垂直 這個講好多次 然後 老師一定要特別講 因為要不然學生會用自己的方式去錯誤的計 他會以為說就是連過來 因為學生很容易惶生 所以老師一定要特別的提醒 這個高會一樣 都是 內切圓半徑R 所以這個時候呢 底乘以高除以二是這個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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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三個三角形的面積比 就因為他高一樣 然後也都除以二 所以他們的面積比就會是 邊長比 A比B比C 所以這裡 左邊這個圖 他要問你這三塊的面積比的時候呢 他就是 13比 12比15 那如果是右邊這個勒 那我已經 提醒你啦 他不是內心 所以他不是這樣子的 那你知道他是幾比幾 好 那當我們問學生這個問題的時候也會有學生想一想 好 那我不知道 然後你是知道的 有時候學生就是不夠認真的去思考我到底已經學了什麼 尤其是 如果你 按照 我們的上課內容去設計你的 這個 課程 好 那 你 你把這樣子的這個課程 然後把這些題目呢 去教學生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 我們的這個 我們有學老師偏教數學的定位 是比較補充型的 所以我都是挑選 你看這種 特殊的 可以比對的 在一題裡面可以學很多的 那也就是說有一點點難度的 綜合型的問題來去做講解 那這樣子的話呢 隨著程度的不同 如果成 如果學生的程度沒有那麼好 那他很有可能會在 一段很長的時間裡面 的這個課程過程中都會處在一種 他就是一直都答不對 因為 你學完上一題你覺得你會了 我下一題又不一樣 我下一題又更難了 那其實有的時候學生會養成一種 好像就是 算了 等老師講答案 尤其在這個大班制的環境底下這種情況會更容易發生 那我就會建議就是說你最好可以搭配一些簡單的問題 讓學生 有那種自己想 自己想了 做了 做對 的體驗 而不是說這一題也不會反正老師等一下會講他有特殊的解法那一題也不會因為老師等一下也會有特殊的解法 那 包括我們在解一個比較難的問題的時候你遇到比較簡單的步驟就可以問學生 這個東西我們是學過的 如果他是重心切出來這三塊的面積比是幾比幾 會是1比1比1啦 可以嗎 他如果撲過去就會切成六小塊嘛 對不對 來看下面這個 一樣 還跟上面同一個三角形 注意這裡 如果我這個三角形 有一點有一個內心哀 這條連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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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垂線 做垂線的時候呢 來問你 D1 ID IEIF 從下面開始 ID IEIF 會是幾比幾比 右邊 那這個勒 如果他是重心G呢 GD GE GF 會是幾比幾比 OK 那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我們現在看重心這邊好了 那你可能會想說 我印象中好像是 跟什麼2比1有關 可是 我又不知道中線啊 那我不知道整條中線 我怎麼會知道他下面這一段 2比1 下面這段是多少呢 那如果有這個想法的話呢 你就錯了一個更根本的東西 G點 從重心做垂線下來 這一條不是中線 中線不一定垂直啊 我們剛才講過嘛 所以其實你就算知道了中線的長度 跟這個也是沒有關係的 可以嗎 那到底這一條會是多長 那因為我們今天只要要比 所以他是用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上面這一題 你已經知道了 你已經知道這個三角形會被切成三塊 面積會一樣 綠色三角形 粉紅色三角形和藍色三角形的面積是一樣的 這個是你知道的 那這個時候問你這三小型這三個三小型的高 那面積一樣的話高跟底層反比嘛 所以其實GDGEGF呢是12分之1比 15分之1比 13分之1 那這個 你也可以如果我是老師啊我就接受這個答案 那如果你要把他 這個 劃為最簡整數比 這個就15x13 那15x13的劃為是多少 15是15 195 這12x13是1326 156 那這個是12x15是180 所以他是這個筆 這樣有懂嗎 如果你沒有很 對於三角形三顆星沒有很通盤的認識其實這個問題你大概是沒有機會答對的 說實在話 那我們這堂課 你看我們是安排在這個 我們三角形三顆星學完 然後三角形三顆星跟 這個 高 跟面積 的應用討論完 然後三角形三顆星在正三角形裡面的情況 三角形三顆星 我們還有學他跟角度的互動 然後 三角形三顆星在直角三角形裡面的情況 學完了之後我們才回過頭來做這樣子的 比較 算是算是很應用型的問題 那這一題要學會一定要先教這一題 這樣子 那可以老師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上課上這一題然後這題放作業 這樣 這樣也是可以 然後你看 我們來看我們來還有這個問題 一樣 剛剛這個三角形 對不對 如果今天我的中間是內心的話呢 對不對 那我的建議 你看我剛才是怎麼講的 我的建議是 先教這一題 再教這一題 其實這題比較難 這題比較簡單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倒過來教呢 就是為了混淆你們啊 因為我剛才用這個方法去推論 那現在你丟給學生 學生就會想說 好 那我也這樣子 嗯 那我我也把它剖三塊 這一塊是綠的 這塊是粉紅的 這塊是藍的 OK 那現在這三塊的面積比幾比幾呢 1比1比1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他當然就錯了 我們上面這邊的討論就不是 他如果有記得喔我們上面這邊討論他好像是12比15比13嘛對不對 那所以現在呢 12比15比13 哇那沒有等面積啊怎麼辦 那 如果你願意的話 雖然沒有等面積 可是沒有底啊 底層R除2 比上底層R除2 這三個比起來 12乘R除2比15乘R除2比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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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R是R2R3 那你就會發現R1比R2R3呢 欸?嗯? 你真的去寫啊 因為我懶得寫 你真的去寫你就會發現它是1比1比1啊 為什麼? 因為它內心嘛 內心到三條邊做的垂直距離一樣嘛 好如果你這題先算的話 變成說你只好直接講 因為你也沒有辦法 故意誘導學生去用這邊討論 那浪費力氣 那如果你先算這題學生 自然而然就去浪費那個力氣了 你就可以讓他知道說 欸?好 這就是你對內心不夠熟 要不然的話你應該一眼就看出來 它也是1比1比1 對不對? 我們上次的作業有這麼一個問題 有一個三角形三邊長是345 這個直角三角形它的外形是O 重心G到斜邊的垂直是P 那我這個問題我沒有附圖 就是為了讓你們自己有畫圖的能力 重心G在哪裡呢? 在中線的2比1的位置 這裡是重心G 也就是呢 這個圖形上綠綠的這條會是它的垂線啊 那這裡垂直是P 然後剛才說斜邊終點就是外形是O 然後問你OP這一段 那來看一下齁 我們這個要取得這個 OP的方法齁 我們要先取得GP 那取得GP要怎麼算呢? 我們有兩個方式齁 第一個 GP是1 3的BQ 這個BQ就是從B點過來做垂線 那這個B點過來做垂線 我們原本就知道啊 因為它345嘛 這條是2.4 就是5分之12 5分之12 那這裡相似型有沒有 1比3嘛 就1比2 所以整個比是1比3 那所以這一段比這一段就是1比3 那1比3 它是它的三分之1 它是5分之12 乘以3分之1的話是5分之4 所以GP是5分之4 然後OG 是這個小小直角三角形 GPO OG是斜邊 這裡是直角 對不對 所以OG本身是OB的3分之1 因為1比3嘛 那OB是多少呢? 因為O點是外星 所以OB是整條斜邊的一半 這三段是一樣長的 還記得嗎? 所以OB是5的3分之1 就是5的一半的3分之1 所以是6分之5 那我們有一個這樣三角形 這邊是6分之5 斜邊是6分之5 一股是5分之4 喔好醜 我們來這個 來去整理它 通分它 所以它其實是 我們放大30倍 它其實是24和25 那這個是7 對不對 72425 所以這個呢 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是7分之30 透過閉式定理就可以求到 那我們剛剛說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可以取得GP GP是我們剛才在算的那個啊 從重心對三邊做垂線還記得嗎? 我們從重心對高做垂線 我如果連接三角形 AGC 三角形AGC 它的面積是整個三角形的3分之1嘛 所以它是 這個4乘3除了6的3分之1 它的面積是2 我們寫3分之1 三角形ABC 2 那OC AC我們知道 AC是5啊 所以5 成 GP GP 成2分之1是2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GP是 5分之4 那一樣 就可以得到OP是 三十分之7 用B式定理算 好 OK嗎 好啦 那我們這樣就上到這裡 1號 那麼這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我看來看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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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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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 2號 1號 1號